早上好,準備出發。今天是8月15號,我們準備出發去維尼斯。 飛機是12點20的好小時,但是我看到官網說要提前三個半小時去做checking。 我們已經在網上把這些checking所有的都做了,我車票也買了,到那個倫敦Gatwick機場。 但是回程的時候我們是19號回來,19號的時候好像是倫敦地鐵和火車罷工。 就是你買那個往返的火車票的時候就買不上,所以我只訂了一趟單程去Gatwick的火車,從倫敦Bridge到Gatwick。 回程不知道怎麼辦,好像那個機場的大壩National Express那個車罷工,到時候走的前一天從意大利訂位。 那天買的魚給大家多帥。我們給這魚換了水了,餵了石了。 但走這幾天呢,我也給大家一個養魚的小tips。 不給牠餵食呢,在情況下怎麼讓牠這幾天呢,能生存下來呢? 就是一定要放一些這樣的海草,這樣多放一些。 牠餓了沒有食的時候呢,牠可以吃這些海草呢,過下去。 家裡還有養一隻烏龜昨天晚上放的朋友家了,讓牠幫著給看一下,等回來再說。 好的,待會兒路上見。 這次坐的機場的航班是一個經濟便宜的一個飛機,歐洲飛翔航線的EZJet。 還有一個是匈牙利航空公司,那個更便宜一點。 但是當時我有考慮,如果是那個飛機delay回黃班, 那這家公司飛機比較多一點,能直接改換別的飛機。 不會耽誤旅程。 然後我們這次呢,沒有那個家人和行李。 它只會去背一個45厘米,最大45厘米的一個書包,背包這樣的東西。 這是免費的,包含的機票。 我給大家看一看啊,就帶大約這麼大一個書包。 這麼大一個書包,45厘米。 現在是早晨7點半,好久都沒有提供早了,準備出發了。 早晨估計還是,還是挺涼爽的。 清潔空在河南達已經開始打算衛生了。 現在呢,就向那個火車站倫敦布里斯出發。 現在呢,我們就到了Kandorov了。 準備那個倒車去燈燈乾燥。 這台商店還都沒開門呢,吃的東西。 現在呢,讓Kandorov去換這個主席來灰線。 甚至叫溫河隊。 它這趟火車只是是七八站, 從來比較,我可不可以黑衣。 黑衣什麼啊? 黑衣修飾。 我還不知道這台什麼叫黑衣修飾。 現在呢,我們在進入Kandorov的鐵站。 從這個滾梯走下去之後呢, 現在呢,車來了。 我們準備上車去那個London Bridge。 現在呢,我們就到了London Bridge地鐵站。 現在呢,我正走出地鐵站。 我們準備找Kandorov去Gatwick做火車的地方。 因為我也不是很熟悉的London Bridge。 所以,慢慢找一下。 現在呢,我們就進入了London Bridge。 去到古車站了。 看看,其實我剛才看那個儀表好像好像沒有那個, 車子還沒出來,到溫河隊。 現在去機場。 現在走走,看看。 這就是通通,早晨上班的。 上班里也有可能都在靠近伦敦 就是伦敦六区以外的地方住 他们每天来伦敦 上班坐福车 都有下班在做福车 在伦敦也太贵了 住进也贵了 三个购买 1,2,3 谢谢 坐下看看 坐下看看 你车出来了 对 我的天啊 我当时就知道 不ków 这个部分 小阿姨 因为我们来的太早了 因为我当时查那个什么时候 8.46 查那个,我们当时查那个,在那个官网查时间的时候,他有提醒,因为现在是那个新冠期间,要提前三个半小时到机场去,所以我们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用提醒,但是来得太早了。 现在我们到了伦敦,今天天气太给力了,文光明媚,我上次来是那个开车,开车来直接停,停在停车场,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还要导演。 但是我现在车卖了,没有车了,所以这次就坐那个,坐那个火车过来,但是大家要查好那个,就停车的费用,其实我觉得,可能,可能坐火车来,更便宜,车票也不贵。 好像那个单程的车票,一个人才把酒放进,如果你买那个全家的票,或者那种费用,而且好像还能更便宜,如果往返的话,好像更便宜。 我觉得,比那个开车来的,开车又停车,路上又累,我觉得坐地,坐火车挺舒服的。 现在呢,我们就进来了,进那个London Gatwick机场了,但是大家进来要注意一下,你的那个机票上有写,是那个North还是在South这个站,两个站不一样。 因为我们刚进来是在South这边,所以我们还要坐一个机场的那种的中转小火车往North那个那站走,因为我们起飞是在North那站。 现在呢,我们就往那个机场的那个中转小火车往North那站走。 Transform就是那个两个站之间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火车上面那个方向走,马上就到了。 。 caramelized 中转小火车 REE 所有的人都是加纪,虽然我们没有加纪 这个微包又又引积 wasn'tan 。 这些都是在加价 说到这个Gatwick机场呢 我再多给大家介绍一下 Gatwick这个机场是伦敦的 如果单按乘客的流量来计算 是英国的第二大机场 仅次于那个西斯罗机场 有一个网络子 在那台的一个小火车 在这等大约是两分钟 戴口罩都很重 一场穿梭的法子 有我也饿了 说到这个Gatwick机场 我给大家聊个事情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这个在那个1959年的2月17号 一家那个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 叫那个维克斯子爵士 他在降落Gatwick机场的时候呢 就在靠近Gatwick机场 有个叫获利的地方 就给坠毁了 坠毁的当时呢 飞机上总共有22个人 但是呢 只有10个人活了下来 其中活的这一个人里头 有一个就是土耳其当时的总理 就是1959年的时候的总理 叫阿德纳曼德利兹 这哥们呢 你说他大难不死了 必有后福是吧 你空难了 你都逃过了 你都活下来了 你不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回国了1960年 就是1960年的时候 就下一年 他就发动了政变 想推翻那个 当时民主党的政权 结果这哥们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呢 然后1961年呢 就判了死刑 而且还是执行了绞刑 你说这人多悲催 你空难都逃过去了 你不老老实实的做人 对不对 你还折腾着 结果最后被绞刑给死了 出发的那边 这是换钱的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机场这种换钱的 都汇率非常高 所以走之前呢 最好换完钱 现在我们要去 现在到了 再会痛 嗯 哦 好胖 嗯 还有一个行李 被扣住了 那里头有那个有点那个李亏啥的 这就是过安检的地方 人还不是很多 再告诉大家 你过安检的时候 如果你是Family的话 有一个Family通道就人不多 他等着我 什么都要买这种小包装的 户手约 进来了 现在就找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因为今天早晨起的太早了 都没吃东西 看这个免税店有没有相机 我想买一个大姜 很好的 然后再来 你不吃 那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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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不吃 那不吃 这一套还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牌太好吃了 开包 这个刚才要了一份吃的不够 太好吃了 就这个水肠非常非常好吃 哇 要两份就水肠了 又有个 那你玩吃的别吃饭了 我还要吃饭 这种吃的又又皮油腻 对身体不好 你个儿吃的难过 这算快吃完了 还是不如咱们冬天那个 还是把拉面多爽 早点 我有吃 不说土均好 但是现在非常咸 这种 咸铁开东西更咸 在呢 这叫London Gatwick的鸡腸 看到了吗 这只人呢 都喜欢看了 这只来得太早了 因为 这么多疫情 不改变 太多 之前三个半小时 吃了一大力气 都 这么多不成 还都不成 这边 没有疫情 戴上口罩了 我只要戴口罩大部分都是中毒 这是干啥那么多 先来这看看我 他才不应该下来 就在上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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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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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